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个是我们经常说一个漫画分镜好 那什么叫分镜好 是不是画的比较帅气就叫分镜好 那很多美漫画工很好也相当帅气 那美漫分镜好不好 可能有人会说 没人看那就是美漫不好看 但是说起来呢 美漫好像画的也挺精致的 一般也没啥人说美漫画工不行 那分镜好不好呢 一般读者也看不出来个所以然 起码美漫画的还是挺酷炫的 可是呢为什么整本书读起来 就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其实呢我们读者觉得美漫不好 主要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主观的认为美漫故事内容不好看 比如这个题材单一 情节混乱 难以入门 不够贴近青少年之类的 那另一个呢是客观存在的不好看 就是即便读者愿意看 也看着不舒服 或者坚持不下去 我相信呢这是很多读者曾经面对的问题 不是没试过美漫 但是真的翻不了几页就看不下去了 那这一次呢我们分成上下两期 说说美漫看不下去的客观原因 这种不适应感从何而来 也会简单的说说分镜的问题 美漫看不下去最核心的原因 其实是美漫并不是一种用图像讲故事的逻辑 它更接近一种故事书配插图的逻辑 直接点说呢就是美漫分镜不好 但是这个分镜不好不是凭空产生的 也不是美漫作者主观意愿造成的 它的形成有很多客观条件的制约 那这一期呢我们主要讲讲这些原因 首先呢能影响阅读流畅感和分镜的因素很多 只是有些呢平时我们不容易感受到 举个例子只要我们翻过美漫 一般都会有个最直观的感受 就是美漫的字特别的密 很多美漫都能让对白密到让日漫读者 产生生理不适的程度 我们很多读者反馈就是手机看美漫 眼都快看瞎了还很累 对习惯日漫的读者而言呢 这就是一个很糟的体验 字太密了除了让眼瞎之外 还有个更致命的缺陷 就是阅读的时候会产生停滞和走走停停的感觉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人看文字和图像的时候 大脑的解码速度它就是不一样的 我们都知道看图形的反应速度 远高于看文字的反应速度 原始人的时候一百米外看着像个老虎 不能得出立刻跑的反应的原始人 都没留下后代 那现代人呢 女朋友给你发个信息说 说情人节不用买礼物了 你看了之后肯定是要琢磨一下的 对吧标点符号都不能漏 还要理解揣摩一下 这个反应不过来呢也没有后代 但是它的反应速度就明显比图像慢的多 所以漫画里如果对白很多 就会让读者大脑里一会是看图的节奏 一会是看字的节奏 来回切换就会产生顿挫感 大家知道过去还有哪类书有类似的感觉吗 数学课本 它也有那种一会要拼命仔细看 一会可以快速看的顿挫感 但是美漫的字为什么要这么密呢 这其实和它的成本和制作流程有关 首先呢美漫和日漫都是商品 试商品就存在多少钱一本和一本多少页的问题 美国漫画的主要形式 一般是3.99美元左右 月刊一个32眼的小博册子 里边呢正经内容可能也就20来页就一画 其他呢包含了头尾封面以及中间的广告页等等 我们看美剧《生花大爆炸》里一群宅男走进一个漫画店 翻出来一本本小博册子就是那些东西 那日本漫画呢就是我们最熟悉的周刊少年Jump那种 是一本300日元左右折合约2.75美元周刊 500页左右的内容里边有大概10到20个连载 其中呢有几十页的广告 如今的漫画呢可能都有了数字版或者包业之类的新形式 但是美漫和日漫长期以来的性价比基本上就维持在这个样子 那两者对比呢日漫的性价比就明显更高一些 不论是更新频率价格还是页数 它走的是价格便宜量又俗的路线 出版的数量也更大 市场也更大 美漫和日漫虽然出版频率不同 但是呢所讲的故事和其内容其实未必相差很大 但是由于它们不同的出版频率 导致呢日漫可能会用多的多的篇幅来讲同样的故事 举个例子来说 著名的美漫弗兰克比勒的《蝙蝠侠黑暗骑士归来》 它基本上奠定了我们后续看到所有蝙蝠侠影视作品的那种黑暗又阴沉的基调 它表达的英雄的那种苦大仇神 什么老年蝙蝠侠如何重出江湖 还有很多梗 比如那个《重甲蝙蝠侠》就是我们看电影《超人大战蝙蝠侠》里边蝙蝠侠穿那个 都是从这本书里来 但是你能想象如此经典重要的作品 它总共也就是一个200来页的一本书 200来页 这种超级英雄题材对于日漫来说它够干什么 这样的厚度可能甚至都不够在日漫里完整的打一抢架 那回一个基曼在日漫里都要半本书起步 这个差别造成的问题就是美漫的故事内容密度比日漫大得多 它的故事推进的速度其实是比日漫紧凑和快的 很多东西美漫就不会画出来了 它用的是旁白加对白写了就完事了 这就导致字密逼着读者要慢慢看字 篇幅有限是对美漫分镜的一个重要制约 不能否认美漫画家努力过 但是他们的施展空间有限 密度大的东西肯定就不如小的啃起来流畅 就像压缩饼干和薯片的道理一样 所以美漫的单位画面所需要的阅读时间就比日漫大得多 习惯日漫的读者就会感觉不流畅 除了字密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区别 美漫之彩色日漫是黑白的 这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区别 它不但影响了最终读者的观感 还反过来影响了漫画上下摇的生产流程 原因上面说了 日漫走的是更短的出品周期周刊连载 这就导致第一它没有时间上色 第二因为便宜量大 日漫用的纸是报纸一样的再生纸 纸张质量差也不适合上色 那由于美漫的月刊之主 时间相对充裕加上又要上色 它的制作流程随后就变成了一种分工合作的状态 美漫里是有专职的编剧的 有负责分镜打线稿的 有负责上墨和勾线的 有负责填台词的 还有负责上色的 分工提高了效率 但是也容易毁灭个性 日漫往往能看到一些作者风格非常强烈的作品 美漫往往就同质化比较严重 由于美漫有时间又有分工 加上市场的要求 这让美漫长期的维持了比较写实的画风 与之相比 日漫就抽象的多 首先写实画风含的信息量更大 它就比抽象画风读起来更耗时间 我之前的视频下就有读者反馈过 他就不喜欢写实画风 因为觉得看着累 那这个再加上之前说的 美漫本身它就内容密度大 内容加画风对日漫读者来说 美漫读起来就是累上加累 日漫体系下筛选出来的漫画家未必是画的最好的 但是往往是最有生产效率的 或者最会用刚刚及格的画面质量来讲故事的 而美漫则不然 它的画面在漫画销售中重要性要比日漫高 这让美漫最终成了一种具有收藏价值的东西 出版方试图用更大的精力让画面更加精美 这种努力主要是为了提升美漫的商品价值 而不是为了更好的表达故事 也就是说美漫提升画面的意愿 比提升分镜的意愿强烈 天赋有限提升分镜的空间不大 于是就在有限的版面内死抠画面 好让美漫有更好的精品收藏价值 美漫在二手市场有相当不错的升值可能 一本80年代几美元的小博册子 如今能卖到150美元 这还是很普通的升值 还有更夸张的 他们把大量的精力花在画面上 让美漫更像一个雕刻精美的古董 但是对阅读体验几乎没什么帮助 而过度的重视单个格子画面的精美 其实是对整体的分镜流畅度有伤害的 简单的说 美漫宁可要一堆单个格子都很精美 但是连起来读格子之间逻辑混乱的画面 也不要单个格子不够精美 但是整体阅读感非常流畅的画面 这都是他们过度重视画面 想搞收藏这个思路带来的结果 我们再举个例子 美漫里有个很奇葩的现象 就是画封面的画手和里边画连载的画手 他不是一个人 这个现象放在日漫里好像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而且听起来就匪夷所思 但是美漫的封面就往往会找技术流大神来画 你看我们上面举例子最新一期的蜘蛛侠 封面叫David Finch 他就是一个著名的技术流大神 里边真正作画的作者是另外几位兄弟 我们很多老观众早些年看日本电影的时候 最讨厌的一种就是这些封面杀手 对不对 你说我辛苦下载了一晚上 你就让我看这个 他美漫居然在搞这种类似的事情 这背后的原因就是美漫重视画面高于故事的表现 这个做法本质上是在拼包装 由于各大出版社和画家长期都是在拼这种 32页3.99的小册子 内容又都是超级英雄 故事也是高度同质化的 角色类型也都差不多 反正大家都穿起身衣 那这个时候他们会拼什么 是不是就是容易拼谁画的好 这个道理有点像零食饮料洗发水的行业 既然功能差不多 厂商就容易去拼包装 以上是站在一个出版社的角度看问题 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流水线上 他那个画手的角度看 他也有去拼画面的倾向 举个例子 大家可以舍失处境的想一下自己 假如我或者你是个漫画新人 我今天可能就是第20人 或者是第200人蝙蝠侠画手了 我加入了一个项目 它故事不是我编的 我拿到手的就是每一页几个格子都定好的一个剧本 每个格子里边远景近景仰视服饰都规定好了 人物的表情动作剧情什么的也都规定好了 那我出人头地要靠什么 我的发挥空间在哪里 是不是就是画的越精致越酷炫越好 但是不管作者也好出版社也好 他们有努力去抠画面 长期以来却没有花多少精力去提升故事的易读性与流畅性 他们的分镜几十年来变化不大 这确实和他们的商业环境有关 但是很多日漫画家不会犯的影响阅读的分镜错误 在美漫中比比皆是 总的来说 内容密度大加过度重视画面 加上出版社和作者的意愿等等 都制约了美漫的分镜发展 直接摧毁日漫读者兴趣的 是相当多的美漫形成了一种没有逻辑 支离破碎又神出鬼没的分镜 这让习惯了日漫那种轻松流畅分镜的读者很难适应 分镜是个很大的话题 一期根本说不完 下期我会举一些美漫分镜的具体例子 说说画面不流畅的原因 以及为什么说按照日漫的分镜 逻辑就会更流畅一点 好了感谢大家的一键三连 关注支持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초만 次文度大我们赞 打赏支持明镜 明镜 明镜 上品